我們首先敬禮傳承主事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撒家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師大寶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吉上師 敬禮貪嗔善寶 敬禮父母主尊 要施六立光王佛 我們齊請要施六立光王佛 聽所有眾等的心聲 讓你的眼視以所有的眾生 人人都能夠心想事成 敬禮要施六立光王佛 師母 土登西地 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到臨的貴賓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 鄭培福先生及夫人 韓悟貞女士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處長 王延宗先生 中央研究院驗室 朱石屹教授及夫人 陳文文女士 中山醫學大學復社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鄭申龍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奠基系教授 王李博士 國立中正大學奠基系特聘教授 王敬賢博士及夫人 林士貞女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齊管系教授 林孟燕博士 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副教授 林秀吉博士 平東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葉淑文教育博士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陳惠美女士 民進黨大台南市黨部主委蔡旺前議員 高雄市議會議員 高雄市議會議員 喜會議議員代表 世界華光功德會總會長長人上司 中委會法律顧問卓中山律師 富泰集指商禮禮館 沿靜華飯店台中店 駐店經理沈中陽祥先生 百姓銀行 百姓銀行 賴宜燕小姐 百姓銀行 賴宜燕小姐 大 ripped 是Hello 借石 馬師 小姐 echt 我的大學 是蘇珊瑩 我的大學 同是蘇珊瑩 朱金瑋先生及夫人 陳澤祥女士 我的孫子 盧勝梅女士 中天電視臺給你點上新燈製作人 徐雅希師姐 六祖谈经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 连夜上师主持人佩金师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好 谢谢 有了闪临 很少不少 有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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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ll see you soon next Friday 大年初一的時候 就是我們榮栗新年 Chinese New Year 先給大家恭喜 大家新年快樂 大年初一的時候 早上大概10點40分左右 副總統吳敦義副總統 會來台灣雷仗寺 他禮佛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就是早上10點40分的時候 吳敦義副總統 會來台灣雷仗寺 先跟大家講一下 下午有弥勒佛 弥勒菩薩 弥勒佛的附魔法會 請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那個剛剛琴法的 中觀堂 它是尊聖佛母法會 那是在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前面的廣場 前面的廣場 前面的廣場 有尊聖佛母的法會 尊聖佛母的法會 因為它的法力很大 希望藉聖佛母的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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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幫助 當秦法的也有房地雷仗寺 它主要是接財神的法會 希望報名越多越好 另外也可以加持所有的弘法人員 能夠得到相應 那麼為眾生做山海鎮 跟洪水的相解 那吉祥感應都會非常的好 謝謝 它這個法會有所謂的三聖母 那麼第一位就是先王 這個姚慈金母 另外就是帝母 我們很曉得帝母 另外就是天上聖母 馬祖 一共有三聖母的法會 那麼代表著虛空的是姚慈金母 代表著海的是天上聖母 代表陸地的 土地的 就是地母 這可以講說天 地 水 這個的大法會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感應 跟大家講的 那麼我進到這個大殿的時候 禮拜姚慈金母 抬頭一看 姚慈金母不是金色的 而是她穿藍色的 穿藍色的 藍色的叫做 blue blue 藍色的是 blue 她既然可以變裝成為穿 blue 表示她對於這次的法會 非常的關照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姚慈金母 穿過 blue的 所以我一看 非常的驚訝 欸 姚慈金母怎麼穿 blue的呢 然後我又看到那個 這姚慈金母的這個滾邊 blue的滾邊 它是一種 red的顏色 紅色 紅色 它的滾邊紅色 我發覺姚慈金母也為了一個領金 為了一個領金 它是 yellow的 yellow 黃色的 欸 今天一來一看 姚慈金母不同 原來她也會換衣服 我以為她每次都穿同樣的金色 或者金色的 或者白色的 從來沒有看過她穿這三種顏色 我一看 哇 跟我穿的一樣 非常的欣慰 這個是相應的顏色 感應非常的殊勝 感應非常的殊勝 另外有一件事情要報導的就是 上一次我在三義雷藏寺 講過的 就是圖登西地的外婆 圖登西地仁波切的外婆 它是這樣子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她在我在美國西雅圖的時候 她就九夜的時候 她就得到一個夢境 師尊要叫她 要帶她走 那她的圖登西地的伯伯 她說 喔 師尊要帶我走 她非常高興 然後她就說 那我整理一下行李 要打包一些行李 那個時候呢 這個師尊對她講 我是帶你到馬哈雙蓮池 哇 她那時候說 我去馬哈雙蓮池 很好 然後她就 她說既然去馬哈雙蓮池 就不用你打包行李 那她就沒有打包行李 這個夢很快就醒過來 以後呢 她就覺得她自己身體 四肢都沒有什麼力量 前身都沒有什麼力量 又有一次 我就補充這個 她有一個夢境 師尊來告訴她 你在法會當中 就是在我們雷上士法會當中 你就可以往生 她只是身體沒有力 然後去給所有的醫生檢查 都檢查不出什麼毛病 什麼毛病都沒有 那就是身體非常的虛弱 四肢無力而已 那麼一直在講說 師尊要帶我走 為什麼還不帶我走 另外呢 她又在佛堂祈求 希望在師尊法會的時候 她能夠走 結果在1月11號 是蓮華僧大師的附謀法會的時候 她早上精神還很好 要參加法會 也來參加法會 也參加了灌頂 灌頂的時候一切都是很好 一切都是很好的 她就坐著輪椅 然後這樣推過去 這樣 然後她就開始昏迷 昏迷 那個喜師兄 喜紅春師兄 她就跑來跟我講 她說這個媽媽 就是她的夜母 她睡著 一直睡 分睡 一直分睡 她來告訴我 這個我稍微一算一下 哎呀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等一下我給她摸頭 我就起來 到時候給她打中摸頭 摸到這邊來的時候 第一個她躺在那裡 她坐在輪椅上躺著睡著 我一摸她的頭 是熱熱的 哇 那 我還給她加持 接著我就去摸頭了 喜師兄就叫那個 李嘉玲醫師 李嘉玲醫師 他說李嘉玲醫師在這裡嗎 現在在這裡嗎 在那裡 在那裡 李嘉玲 李嘉玲醫師 他說你來 你來給 給這個 這個 病患 這個安心脈搏 他是中西醫都會的 他就安脈搏 他說根本就沒有心跳 所以那一天 很少人知道 就在我們當中 已經有人往生了 這個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師尊跟他講 你會在法會中 你會把你接走 那麼他 他家人都說不太相信 因為法會只是 三點到五點 五點多 三點到五點多 這個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 你哪裡說你能夠走就走 人要走的時候 他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走的 如果讓你知道 大家都會準備好 對不對 就是讓你不知道 哪一天 哪一天 哪一個時程 你會走 都不知道的 結果一個禮拜 只有一個星期六 才有法會 星期六才有法會 怎麼那麼巧就是星期六 也是在法會 就在法會的時間 他就真的被接引 我還知道 他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居然是上品終身 他這個上品終身 很少人有 我們一般到西方極樂世界 能夠下品下生 已經很好 九品連花生 當中的下品下生 已經去求到了 你看 也很有感應吧 他能夠上品終身 而且他人家在講說 念八百萬遍喪失心咒的時候 他就祭數 念八百萬遍的喪失心咒 以後他就不祭數了 可以講 他可以念一億萬遍的喪失心咒 念個不停 就憑著喪失的心咒 他就能夠到喪品終身 可見這個連花童子的心咒 是不可思議的 他沒有修很多的法 沒有修很多的法 但是他也認真的 每天都要修法 而且每天都要持 這個連花童子的心咒 所以一心是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講一心是非常重要 這個你有那個信 佛就會接引你 佛就有感應 所以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跟大家講 你只要一心 就能夠有成就 今天我們很曉得那個 American University Nord University I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nited States California 高敏路師兄 他就看到連花童子 他就能夠在身上 在吐吐吶當中 就可以把名點提起來 而且能夠得到大樂 整整24個小時 另外 另外我們這個卓中山律師 卓中山律師 他最近很認真在修法 他能夠眉心輪轉動 能夠轉動 眉心輪 眉心的輪一直在轉動 他自己有接受 而且他接受到 很多的 很舒畅 很舒胜的 這一種感應 在他身上 他只是 剛開始修法不久 周中山律師 他就有非常好的 這個 這個舒胜的這個相應 眉心輪一直在轉 眉心輪一直在轉 這是很 很好的現象 很好 我們本來就是在講說 這個五輪都要轉動的 都要轉動五輪 中脈 然後轉動五輪 他能夠有這些相應的現象出來 非常的殊勝 非常殊勝 所以你只要認真修法 都會有相應的 都會有相應的 像突登西地仁波切的 他外婆 他能夠 就能夠作化 他等於是沒有病了 醫生檢查都沒有病 但是他坐著 坐著輪椅 在法會當中 無疾而終 無疾四化 這個是最高等的死亡 低等的 所以真佛祕法 值得切信 真佛祕法 值得切信 誰能夠講說 我要什麼時候死 就什麼時候死 誰能夠講呢 他說在法會當中死 他就是在法會當中作化 非常偉大 所以很多相應的事情 很多的 那麼今天呢 我也看到 有一個人 走到我的面前 很清楚 那這個人呢 就是 中天電視台 給你點上新燈 西亞奇師姐的 這個伯伯 的伯伯 他真的走到這個 這個台前 真的台前 然後顯一下影 讓我看 然後他就走出去 然後在佛中 在附謀佛中 往上虚空中走 這個都是相應的現象 都是相應的現象 這非常好的 非常好相應的現象 以後一切都可以安心了 那 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藥師流利官王佛 本身非常的靈感 師尊親自見到 藥師流利官王佛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自己有病的時候 你供念南無藥師流利官王佛 或者念藥師流利官王佛的心咒 只要它顯出來 那個光顯出來 它出現讓你看 你的病一定會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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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遠居的時候 曾經得到一場大病 也就是 我自己講 這個 腦裂症 就是腦好像裂開一樣 腦分八半 裂開 然後我就想到 應該找一個佛教的國家 去繞市 繞塔 去拜佛 本來我想去日本 最後我去古里亞 去韓國 韓國也是佛教的國家 很多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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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因為中國 是佛教的國家以後 到流傳 就到了古里亞 由古里亞再到日本 又再到日本 然後我就去了韓國 去每一個寺 都去給他繞市 每一個佛都給他繞 然後去繞 這個很高很高的 要是流利光王佛 他見了最高的 要是流利光王佛 我去繞了他 繞市 然後跟他鼎禮 跟他禮拜 禮拜以後我身體 也不是很清爽 回來的時候 眼睛一閉 要是流利光佛 獻神給我看 非常的清楚 謝謝 一起去古里亞的 師母有去 還有誰 沒有呢 師母 另外還有 卡尼佛尼亞 四個加州的小女生 跟我們一起去 跟我們一起去 那個去韓國 繞市繞塔 他們也有去 我當時在遊覽車裡面 所見到的 要是流利光王佛 夜光菩薩 日光菩薩 要王菩薩 要上菩薩 還有十二要叉神將 所有要是流利光王佛的見屬 全部出現 我那時候就講一句話 我的病一定會好 因為我見到 要是流利光王佛 他的感應就是如此 讓你看見要是流利光王佛 那你的病一定會好 回來不久 這個就完全痊癒 一點事都沒有 要是流利光王佛 有兩個手印 一個手印是放五色光印 就是雙掌分開 左手拇指壓食指 掌心向上 右手拇指壓食指 掌心向前 放在胸前 這個是要是流利光王佛 五色光印 另外呢 要是流利光王佛根本印 就是雙手內腹 雙手內腹 有兩個大魔主樹立 而且相並靠 放在胸前 這是他的兩個手印 那麼要是流利光王佛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在這個 護魔佛的前面就有 另外我們這裡也有 另外我們這裡也有 這個檀城這邊也有 他的心咒是 就是要是流利光王佛的這個咒語 有了這個象 有了咒 有了手印 就是要是流利光王佛的這個念誦法 念誦法 它是有一個修行的方法 以前我有教大家 要是流利光王佛本尊法 要是十二神將的法 跟除鬼神病法 跟七佛要是五壇修法 這五壇修法 是最大的法 是要是流利光王佛七佛要是五壇修法 是東密來講起來是最大的法 那麼五佛呢 這個檀城必須要安起來是中央 就是不動明王 另外還有四方 東方 南方 北方 西方 都是五大明王 東密的五大明王在的 東密五大明王 圍起來 成為七佛要是五壇修法 這個法是很大的法 也是一種治病的法 今天我們做要是流利光王佛的附魔 希望能夠滿眾生的怨 要是流利光王佛講過 有祂的很大的怨 就是能夠除眾生的疾病的怨 眾生疾病希望大家灌頂以後 你哪裡有病就摸哪裡 你哪裡有疾病你就想念哪裡 然後受灌頂 那個疾病希望要是流利光王佛放光普照 加持大家 有疾病的能夠好起來 我還想到台中的廖醫師 他是鄭森隆醫師高中的同學 那是皮膚科醫生 跟鄭醫師是整形美容他的主任 跟鄭森隆醫師是高中同學 他是你的高中同學 他的講話很詭畢的 我怎麼樣 我進去裡面以後 他就跟我講 盧思尊你又來了 他很高興 然後呢 我跟他講 這個皮膚病什麼時候會好 他說會啊 我說什麼時候 他說死掉的時候 他很喜歡跟我開玩笑 我說死掉的時候 我說那不是會好嗎 他說會啊 他就問你 你感冒會好嗎 問我感冒會好嗎 我說會啊 那感冒還會來嗎 我說會啊 也會再得到感冒 你感冒會好 但是你還是會來感冒 欸 皮膚病就是這樣子 會好嗎 會 會來嗎 會 什麼時候永遠好 死了就好了 他問你 你醫生怎麼講這種話呢 蛤 我醫生 你是我盧思尊 你是我的醫師父母欸 我一次給你醫好 我一次給你醫好的話 我怎麼賺你的錢 你就是給你醫好一下子 你又來 又發作又來 我再給你醫一下子 這樣我才有錢賺啊 我醫生就是靠這個吃飯啊 不然我們所有的醫生給你一次藥 你就好啦 那我們吃什麼 喔 這個廖醫師講話是非常那個 我跟師母就 以為他不懂英文 我跟師母就用英文交談 沒想到他也會講英文欸 他也聽得懂 也聽得懂我在 我說這個 crazy doctor 他說喔 他就講說 No I'm no crazy doctor 他還會講英文 很好 跟大家講 病的確是很難痊癒的 很多的生理上的病 真的是很困難 最重要的一點 要把 還有心理上的病也是很厲害的 心理上的病也是很厲害的 要把生理上的病治好 要把心理上的病治好 我們要學習佛法 經過著火的燃燃燒 經過我們的光明顯現 明點的光明顯現 然後我們進入 這個非常嚴滿的境界裡面 這個時候的病才算是真正的好 今天 今天 介紹要是流利官網佛 就介紹到這裡吧 我們講一點大眼蠻 大眼蠻法 這個 有一間 博富聖民的寺廟 在過年之前 都會將壯光的廟宜 重新粉刷一次 讓建築物泛然一新 新年 當天 廟裡的和尚 恐怕 善然心裡 跟觀光客 又會在血白的牆壁上 胡亂塗牙 所以就在牆壁上寫著 此處不准寫 當天 十廟相佛非常的鼎盛 遊客湧入 有一個遊客 看到牆上的字以後 就在旁邊加了一句 為何你先寫 十分鐘以後 牆壁上又多出來一句 幹嘛不准寫 再過五分鐘 又一個遊舍補寫了一句 要寫由他寫 結果牆壁上又增加了一句 要寫大家寫 我這個意思就是講 病是治不好的 本來沒有病的 有了一個病以後 就會增加另外一個病 再增加另外一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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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最後 全部統統都病 病是真的 是不會好的 他會再重新再來 會再重新再來 那我們擅自珍重 只有學習佛法 才能夠真正把病完全除掉 否則你在輪迴 再輪迴 再次的輪迴 一直在輪迴之中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你的病才會除去 佛法就是叫你 以後永遠不用輪迴 謝謝 什麼病很重要的 這個心理病也很重要 有一個 這個時候 跟把手大王 娶了 紐約的把手女王 娶了紐約的把手女王 不久以後 他生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出生的時候 右手緊握著不放 怎麼搬 他都不放 這個時候 兩個把手大王 跟把手女王 認為 可能他們的職業受到天前 讓兒子不能繼承家業 找了許多醫生 都不能讓兒子的手指 能夠打開 後來驚人介紹 去找一個心理醫生 這位醫生問清楚 這對父母的職業之後 就拿著一個金錶給小孩子看 小孩子居然伸出右手 要來拖那個錶 結果他展開他的右手中 掉下來的是 這個 護產科醫生的戒指 原來他在出生的時候 右手已經偷來 這個 護產科醫生的戒指 一直不放 大家還以為他 他的手已經握住不放 沒有辦法拿下來 我告訴大家 這是遺傳 遺傳 病也會遺傳 病也會遺傳 健康也會遺傳 受命也會遺傳 他的基因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要學習佛法 才能夠把基因整個打破 你沒有基因 沒有轉世輪迴的基因 你才能夠往生佛國 從此以後不要受病魔的干擾 我講代名法 圓滿法 我今天跟大家講 大家講明光法的口訣 明光法的口訣 明光法就是睡在光明裡面 今天講的這個很重要 你要睡覺的時候 眼睛閉起來 躺在床上 全身放輕鬆 無視無心 在你的心中 你沒有什麼事可以擔憂的 你也沒有什麼心中什麼事 外面沒有什麼事 你心中也沒有什麼事 一點都不擔憂 很快你就能夠入民 很多人不能睡覺 很多人 睡眠障礙的很多 這是屬於心理上 另外還有生理上 生理上是因為你年齡的關係 因為你到四十歲的時候 你的退黑急速就少了一半 有的人很幸運 從年輕到老都能睡 師尊也很幸運 師尊七十歲 躺下來跟十七歲一樣 幾秒鐘就是呼聲大起 就打呼了幾秒鐘幾分一 我看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睡著 反正躺上去 修了明光法 不知道人 就不知道了 醒過來 不知何處是家鄉 有時候我睡睡在那邊 有時候睡在這邊 有時候睡在別的地方 有時候是在高鐵上也睡 在火車上也睡 在飛機上也睡 在輪船上也睡 醒過來 要認識一下環境這裡是哪裡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可見我是睡得很深 生命才會有這種現象 根本不省人事 不知道到哪裡去 人也不見 一剎那之間我就睡著 管你什麼煩惱的事 那些垃圾的事全部丟掉 丟到垃圾桶 所以現在我很少失眠 很少 根本就沒有失眠 這兩個字 沒有 很好睡 這是無視無心 明光華是什麼回事 躺著眼睛閉起來 你觀想你的喉嚨這地方 有一個 謝字 謝 阿彌陀佛的謝 謝字 這個謝字 阿彌陀佛的謝字 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 然後謝字旋轉 在喉嚨這裡 謝字旋轉 變成阿彌陀佛在你的喉嚨 喉記安住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出來 照向你的床的上方 在床的上方結成一個紅色的網 然後像閃一樣 閃蓋一樣套下來 慢慢的套下來 然後你睡在這個紅色的光明之中 這個就是明光法 這個就是明光法 很簡單啊 躺著眼睛閉起來 觀想謝字 謝字旋轉 變成阿彌陀佛 紅色的 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 從你的喉嚨 從你的喉嚨 升上來 升上西空 然後變成一個光網 把你照住 謝 阿彌陀佛放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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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進入民中 紅色的光照明 任何一種 外來的什麼力量 都沒有辦法把你搖醒 你就睡在光明之中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明光法 阿彌陀佛很簡單 看看你用心不用心 你用了你的心力出來 專一的觀想這個謝字 在你的喉嚨 旋轉 變成阿彌陀佛 放紅色的光出來 照住你的床 哇 這個就是明光法 然後你安心的睡 因為有阿彌陀佛紅色的光照住你 你還怕什麼 這個鬼壓床 什麼 鬼壓床也是不錯 你鬼來壓床也很好 而且還要漂亮的你鬼 不能是阿彌陀佛 要漂亮的你鬼來壓床 喔 留一個 這光網留一個門 讓他進來吧 也是不錯的啦 也很好 反正 這個 有情人忠誠見數 另外 還有第二個明光法 在你的眉心輪 安上大日如來 安上大日如來 在你的喉輪 安上阿彌陀佛 在你的心輪 安上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就是要事流利光王佛 在密教裡面 阿彌陀佛就代表著 要事流利光王佛 在你的心 在你的忌輪 安上了保身佛 在你的密輪 安上了不空成就佛 倘作 觀想五佛 或者五個咒日 都可以 五佛的五個種子日 或者你念著五佛的咒日 安上咒日 然後旋轉變成五佛 直接觀想五佛也可以 然後五佛各有顏色 全部放光出來 像大日如來 放白色的光 阿彌陀佛放紅色的光 這個阿彌陀佛放藍色的光 保身佛放綠色的光 不空成就佛放黃色的光 這種顏色的光 直成一片光網 就像閃蓋一樣照住你的床 你在這個五色光中睡明 就是明光法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個就是明光法 阿彌陀佛 你怕那個…那個女鬼阿 我們男的這個修行者 害怕那個女鬼 漂亮的女鬼 打開這個光網的門 然後進來 然後鬼壓床 你们最好不要有鬼压床 大家最好不要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明光法 这一种明光法也是很灵的 念三日咒 躺下来念浪 使父母佛生起来 把你的全身都烧成非 你自己就变成非 就很大的附魔佛生上来 浪就是佛生上来 就把你烧成非 浪 来来一阵轰 浪就是佛 仰就是轰 浪 仰就是轰 把你的死体的这个非 全部吹得一干二净 床上根本就没有了 康是空 西空的空 又称为汉 就是康 汉 就是空 这个床上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 你也睡在光明中 为什么是光明中 因为西空 就是光明 你没有了 你来鬼压床 真的是鬼压床 真的是鬼压床 因为没有人嘛 当然是压床 所以鬼压人 不是鬼压床 鬼压人 你会被压得叽叽叫 要醒也醒不过来 手脚要动也动不了 被他压得紧紧的 好像被强暴一样 这样子 哇 你要喊也喊不出声 你要叫警察 警察也不来 你要叫什么 水也不硬 嘴巴也喊不出声 眼睛也张不开 身体也动不了 手脚都不能动 快要呼吸 都快要没有了 那你只好心里默念 Om Guru Nen Sen Siti Hom Om Guru Nen Sen Siti Hom 你嘴巴不能念 心里也要念 不然念你的本尊 Om Mani Panmi Hom Om Ami Teh Vah Seh 念你的本尊 Om Sisi Soh Ha Om Ma Hom Petakuru Pemashiti Hom 就念 Om Ami Teh Vah Seh Om Mani Panmi Hom Om Pan Ramo Nen Do Nen Soh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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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ama Yeh Soh Ha Om Z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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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 Ha Om Zerit Soh Ha Om Zerit Soh Ha Om Zerit Soh Ha Om Ma Hom Betakuru Pemashiti Hom Om Ma Hom Guru Pemashiti Hom Guru Pemashiti Hom Om Guru Pemashiti Hom Om Guru Pemashit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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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懂得念你的本尊 念八个本尊更有力量 那个鬼他压不住你 他一下子弹开 你就轻松了 就醒过来 这样会不会 会 会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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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点苦惨 好 对不对 死了嗎 死了嗎 笨蛋 死了嗎 想 And Hola Amigo And 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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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要講錯了 不能講我愛你 要講Sawadika Kam Sa Mida Kam Sa Mida 講了一大堆的廢話 總經理出國考察 臨時打到公司交代事情 不巧接到電話的是小明 他正在摸魚 小明回答 抱歉 我跟我的女朋友講話 待會兒你再打 總經理問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總經理 小明也回 那麼你知道我是誰嗎 總經理說不知道 小明就講 那就沒有關係 告訴大家 你會明光滑 誰也找不到你 你懂得明光滑 誰就沒有辦法侵犯你 明光滑很簡單 你睡醒的時候 你記得喔 一醒過來 馬上觀想周圍 天爺有很多的天爺 漂亮的天爺 他們在搖走鼓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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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妙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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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个男孩子怒气冲冲的对宠物店的老板讲 你把狗卖给我看门 但是昨天晚上小偷进我家 拖了我三百块 他连叫一声都没有叫 老板立刻回答 这条狗以前的主人是亿万富豪 所以三百块钱他看不在眼 告诉你 我们有明光法 不只是千亿的他都脱不掉 一亿的他也脱不掉 三百块钱他都脱不掉 你又会用明光法守护你自己 你也能够用明光法守护你这个家 为什么不能 你躺在床上 躺着 红色的光出去 不只是照你的床 你观想他整个你的房子通通都围住了 谁也不能进来脱你的东西 小偷到你家门口 我白天记住是这一家 到你家门口一把啤酒都灰起 这个家不见了 他看到别人的家 没有看到你的家 他进去脱了 是脱别人的 不会脱你的 你会守护你这个家 你难道不会守护你的家人吗 懂得明光法的应用 非常好的 可以这样子做 小明把红茶 绿茶 模拟发茶 全部装进热水里 然后骑着机车出门 路上遇到的警察临检 警察问小明 你这瓶议题是什么 小明拉下口罩讲 死警察 于是警察气着把他带走了 原来他的茶真的是实警察 这个小明他没有修明光法 没有修守护轮 他就被警察带走 要懂得修行 就不会被警察带走 5点47分 阿密陀佛 怎么说这么久 大家记住 明光法记得住吗 记住 三个方法 放红色的光 放五色光 把自己变成没有 统统都是明光法 尤其最后的 把自己变成没有了 就化为光明 谁也抓不到你 谁也偷不到你 谁也欺辱不到你 杠头也杠不到你 什么你都化成没有了 还有什么杠头呢 杠头也杠不到你 为什么不会做 你就晚上就 LANG YANG KANG LANG YANG KANG 这个也是三日明 OM A HOM 是三日明 LANG YANG KANG 也是三日明 你这个LANG YANG KANG 一出来 哇 你就变成虚空 变成虚空 那还有什么毛病 病也没有 也病不到你 强盗也抢不到你 小偷也拖不到你 杠头也杠不到你 这个就是明光法 OM A NIN BANG MI HOM M A NIN BANG MI HOM